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说到补钙,人们常常想到老年人 其实,除了老年人以外 处于更年期的妇女、青少年以及孕妇等 都需要注意补钙 尤其是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的各个机能也开始下降 尤其新陈代谢会变慢 这个时候体内的钙质就会流失 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的症状 很多人都会靠喝牛奶和吃钙片补钙 其实,很多食物都有满满的钙 有些食物甚至比牛奶的钙含量更高 坚持吃能起到补钙的作用 今天,小编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高钙水果 就是这个黑橄榄 这种黑橄榄的原生地是在马来西亚 这种黑橄榄的钙含量很高 且易被人体吸收 这种黑橄榄的油脂中 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钙 这种钙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 平时人们食用以后 能起到良好的补钙作用 可以提高骨密度 预防骨质疏松 除了补钙外 黑橄榄还是一种维生素含量特别高的水果 适量食用黑橄榄 能满足身体对多种维生素的需要 可以促进身体代谢 提高身体的抗病能力 还有因黑橄榄富含黄酮内化合物和花青素 因此黑橄榄有很高的抗氧化功效 癌症、衰老或其他疾病 很多都以过量自由基的产生有关联 抗氧化可以有效对抗自由基所带来的危害 也能减少自由基的产生和综合体内的自由基 由于其高抗氧化的功效 适量食黑橄榄有助于预防癌症等疾病 黑橄榄也富含蛋白质 虽然水果通常并非蛋白质的主要来源 然而黑橄榄中的蛋白质含量 比很多水果更高一些 因此黑橄榄也是一种不错的补充蛋白质的食品 黑橄榄的甲含量也非常丰富 因此适量吃黑橄榄也能补充甲 甲元素是我们身体中一种重要元素 缺乏甲元素也会导致健康问题 甲元素的作用主要是维持神经 肌肉的正常功能 人体一旦缺甲 就会出现全身肌肉无力 疲乏、心力失常等症状 那这个黑橄榄要怎么吃呢? 它的吃法很简单 就是将新鲜黑橄榄洗干净 然后在热水中浸泡几分钟 等到果肉变软后 就淋上酱油和白糖一起吃 这种吃法非常美味 如果要比较健康的吃法 建议大家也可以只沾盐吃 还有黑橄榄有季节性 而且黑橄榄不耐久存 一般采摘后 两三天后便渐渐干缩 建议大家如果想要购买多的话 可以将新鲜黑橄榄放置在冰箱的解冰层 直接冷冻保存 能够保存的更长久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